有个朋友就问三八八,第二季怎么看,没有货的 想看现在买值不值得呢 闷,第二季我不觉得他会有机会再向下插穿个低位 但是要上400元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你问我的话,你买完之后 如果你觉得港股现在很便宜 就是你有这样的想法,港股的东西跌得很惨,很便宜的 可以收集的话是一个好时机 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再去买港交所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平货是很多道理 市况是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适应消化 才有条件慢慢升上去 所以港交所你买完之后 你不看他,就算他落到三八三三八二 没什么所谓,你都不看 长线持有,那开着开着有机会上400元 但是如果你很关注股价 这些位置中的投资就很惨了,你以为自己很便宜 最后跌到三八三的位置,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短炒不划算的 股价上面你看大市的成交金额 第一方面,不会很活跃 今天虽然市跌多了,我相信今天不会是超大成交 这样跌下来 主要都是假期前反反复复的东西 所以港交所来的未来,可能第二个是行一个ring 三百一至到四百元这些位置不出奇 大ring上上落落 但是短线来说 没什么必要突然间市跌那么多的时候就会出售 真的很有兴趣的,三百三就在这些位置买 但是其实我们同样,那些位置的时候你博其他东西 直博率会高很多 所以在这个profolio上面 我很少会将三百八放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说 你没有能力标一个profolio 或者你只是想 投资港股的话 那我会有时候觉得的确的 三百八可能会比二百零零,就是比恒指来说 更加之有成 就是说着,只要港股气氛好 三百八就会走的了 但是你说港股,我觉得短线来说 要处于一些牛市阶段 应该都未是市口转 所以三百八最多都是一些收集期 那一些收集期的股份 你变转了来炒上落ring的时候 那就不值得炒了 所以我觉得三百八主要的问题 短线没什么利好因素 就是你很难想象,我们在说新股没兴趣 新股的 参与程度不高的情况又不会离好到三百八 但是市场的成交今天又不会大很多 所以你不排除,可能都是满在 三百至四百元这些位置很长的时间 甚至我刚刚说的,三百四十万元,我三百多元买 看四百元都可以 但这个range 是可能行整年了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不抵博,只要三百八的问题 都是这样